中国人经常讲 天意不可为 唐太宗晚年的时候读到一本预言书 里面有一句话说 唐三代之后 则女主五王代有天下 因此唐太宗很忧虑 后来由近世向他建议 让素有大唐第一号预言大师之称的李淳风入宫 询问原委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皇帝秘密召见了贪使令 预言家李淳风 太宗将预言书拿给李淳风看 李淳风看后回答 书中预测的征兆已成事实 这个五姓女子现在就生活在皇宫里 已是陛下的眷属 不到三十年她将成为新皇帝 李家子孙会被她诛杀很多 太宗便说 那我现在就找到她 将她杀了 你看如何 李淳风说 不可以 五姓女子身为皇帝是天意 不可改 如果擅自行动 不仅伤及无辜 而且此女当皇帝也是三十年后 到那时她也老了 会仁慈一些 大唐王朝中途异性 只是暂时的 此女最终不能彻底断绝唐朝 陛下现在要把她杀掉 也不大可能 因为王者不死 再者 如果真杀死她的话 她一定会再转生回来 三十年后再当皇帝 那时候她就是一个年轻人了 年轻人心狠 到时候陛下的子孙会被杀的一个不胜 所以我劝陛下不要再找这个人了 唐太宗低头沉思 最后采纳了李淳风的建议 也正如李淳风所说 武则天最终还是把江山交还给了李氏 最后在唐玄宗的支离下 又达到一个盛世高潮 两千多年前 秦始皇统一中国 派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虽然没有找到 却得到了一本先书 书上写着一则称语 王秦者 胡也 秦始皇因此而寝食难安 认定王秦之胡乃北方胡人 于是他用三十万大军 被罚匈奴 并下令修筑万里长城 以绝后患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王秦之胡却在秦王朝内部 秦始皇的儿子胡亥 秦二世当政时暴虐无道 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这就是真正应验了王秦者胡的语言 其实有些事我们无法改变 就像是天意 那就学会顺天意而行 否则就会受到天成 正如推背图中说的 茫茫天数此中求 世道兴衰 不自由 就是说兴衰福祸 是不由自己的意愿的 那么作为一个人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唯有顺天意而行 才是正道 2002年6月 在位于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的平塘县 长布香 一块一百多吨重的藏字石 惊陷人间 巨石上凸显横向排列 摆布均匀的六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王 每个字一尺见方 其中王字特别大 中国共产党王这六个大字 就肇事了天意 这就是当今耳熟能详的 天灭中共 自中共1949年切正以来 残害中国人 各种运动接连不断 从土改 三反 五反 文化大革命 六四大屠杀 再到迫害法轮功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 真是庆竹难输 可贵的中国人 面对中共的罪恶 该清醒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舍弃中共 退出中共 为自己留下一个好的未来呢 这才是真正智者的选择吧 目前已经有三亿七千多万中国同胞 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用真名 小名 化名 在海外的退党网站上 声明三退 就有效 请去退党.org 免费办理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二次